接下來要到那個季武段 就是瑞瑟、三明、玉林 然後我們把定調在小鎮豐華與暖夜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去玉里的時候 大家都說玉林麵很好吃 可是玉林麵那麼多間 可是我們每一家都吃了 就覺得還好 然後我就在想說 那個意義到底在哪裡 我們總不能就是跟一般的那個 光光的那個書一樣 旅遊書就講 玉林麵很好吃 然後哪一家才是正牌的之類這樣 後來我們就去跟在地人聊天 其實我們在進任何地方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找地頭蛇 他們才會知道裡面的故事 他才告訴我們他們裡面的一些 外人不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就會對那個地方有感情 你就會有不一樣的角度去看玉林麵 就是當我一開始在跟那個葉子琴老師講說 我們下一期要做玉林囉 他高興的要命 他說我就是玉林人耶 他說我們家以前是日本式房子 我都在裡面騎腳踏車耶 好多國術喔 他非常非常喜歡玉林 他說玉林有四家戲院耶 然後呢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你現在看火車你就知道 最大站是花蓮嘛 花蓮市 然後第二大站是玉林 所以其實他有他的一個歷史意義 包括八通關過來就是到玉林 所以他有一個地理位置上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以前其實在玉林周邊的鄉鎮 逢年過節的時候放假都會到玉林鎮上 所以他們有四家戲院 然後現在你去都還可以看得到那個 戲院雖然已經沒有營業了 你還會去看到人家就是已經變住家 在刮衣服之類 但是你就知道他曾經很興盛 然後呢 他颱風也曾經在那裡過 然後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然後很多地方都有林業 所以那邊其實也曾經很興盛過 然後當然就是 漸漸的這些產業都離開之後 唯一還留下來的是什麼呢 全東奈亞最大的精神療養院 兩間在那邊 但是你會覺得那是被遺棄的嗎 我覺得玉林也不是這麼想 他們其實會覺得 應該怎麼講 我有一個覺得就是 因為我覺得他們曾經看過太多的風華了 所以他們就非常的大氣 然後包容力也非常的好 所以你去那裡就發現 有些譬如說麵攤或者是民宿 他們其實僱用的人 就是從療養院裡面出來的人 因為療養院裡面總共分三四種等級 當你到最後一個等級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工作的 然後他們就會讓你出來找工作 然後玉林也是接納他們的 那回到玉林面 玉林你去你會覺得很奇怪的是 它有一些玉林面是7點就打烊 有的是下午才開 開到半夜兩點 生意真的這麼好 他賣給誰啊 他賣給晚上工作的人 因為他們有一些農夫也是晚上才工作 因為夏天很熱之類的這樣 他們其實會照顧到很多不同的人 因為很多勞動階級 所以他的面很大碗 然後你再去仔細看他們的這些 麵攤的老闆娘 每個都化妝喔 都很煩 然後你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就說 我們夫妻倆最喜歡跳交際舞 他們就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一些嗜好 他們就是非常非常的大方 非常非常的寬容 他們有兩個洗衣亭 是那個溪流旁邊的洗衣亭 那天我跟我的朋友 所謂的地頭蛇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去那裡洗衣服 他就說你看他有紋眼線 他應該就是之前的 曾經從事過特殊行業的人 然後他就講得很小聲 然後他就說其實他們跟精神療養院裡面的人 在玉裡都是非常自在的 因為對玉裡人來講 他覺得人都是一樣的 你也是要來光顧我的生意 你也是我的鄰居 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玉裡人的那個大氣 其實是非常的非常的棒的 所以當我再去吃玉裡面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不錯 因為他們在照顧別人 他不會跟你斤斤計較 他就給你那麼大碗 就讓你吃飽 對 他照顧所有的人 那個就是我們看到的玉裡 然後同時 雷爾怨他 裡面還有 還有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 油氣中心嗎 就是因為很多的雷爾怨的人 他們其實不想回他們自己的家 然後可能家裡也還算有點錢 就是他們繼續住在那裡 然後他們就會有時間 可以到鎮上有一個那個 娛樂中心裡面去 有一些那個什麼 就是打足球啦 看報紙啦之類的 然後這個是已經可以出去工作 但他們不出去工作的人 就有這樣的一個休閒娛樂的空間 然後在 比如說他們第四階的話 第三階就是還沒有辦法出去工作 但是已經在控制之下的 然後任何人會定期 帶他們去逛市場 讓他們去體驗正常人的生活 然後所有的市場裡的人 都會好好的接待他們 所以我覺得他們玉裡人 真的是很照顧這群弱勢的朋友 然後他們也不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你會聽到說 垃圾廠不要蓋在我家門口 然後什麼金銜別 不要蓋在我家門口 可是在玉裡不會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玉裡 然後當然就是還有溫泉跟咖啡 我們再看下一張 迦娜娜我們的朋友今天沒有來 就是他 就是那個 我是覺得那個嘉誠 他其實真的很有趣 他在那裡教他們就是種咖啡 然後呢 他應該是第一年吧 他那個生豆自己通通買下來了 因為他希望部落的人能夠有信心 你的東西種了之後有人買 然後你就又繼續做下去 他就把通通買下來 然後自己再慢慢賣慢慢賣 他不只叫他們種 他還帶他們去品咖啡 然後還請咖啡師傅到部落裡面去教煮咖啡 那我是覺得就是有這麼多良善的人在各個地方做這些小小的事情 但是小小的事情也是這麼的重要 所以他們裡面的人就會很驕傲地就說 別的地方是黃金曼特你也我們更好 我是鑽石加娜娜 他們有自信了耶 我覺得很棒啊對不對 他們不會再覺得說 我們不行 我們不好 不會我覺得好棒喔 至少建立了他們的自信心 我現在在烘豆子 一開始的時候加成也有給他 他烘一烘就覺得 第一鬼第二沒有那麼好喝 但是現在我現在在烘的時候說進步囉 一直在進步當中 我覺得很棒 然後再下一張 剛剛講到的大器啊 你們有去過玉里天主堂嗎 劉一峰神父他其實真的是超厲害的 他其實每個禮拜天都很忙很忙很忙 忙得帶這些孩子出去 因為部落或者是鎮上有一些比較弱勢的孩子 然後這些孩子都是他在照顧 像旁邊的這個其實已經三十幾歲了 可是他還是像個孩子一樣 然後他就會跟我們講說 我都會跟神父談那個神 因為他是天主教我是基督教 所以神父從來沒有強迫別人要信天主教 他就是照顧你 所以如果你願意到教堂 他就開始去山邊三明或山林 然後去接他們來 來望明三老帶他們回去 然後他每次都要找盡腦之想 每個禮拜天要帶他們去哪裡 他都是自己自套腰包 然後他在天主堂的後面 弄了一個二手書店 你們有去看過嗎 已經大概有兩年了 然後那個二手書店很窄 就是像我們那種走廊 店面兩個開間的那個走廊 那麼窄然後這麼長的 然後是這些朋友們在看店 然後神父啊 怕他們就是怕他們經營上會覺得太複雜 每一種書都十塊錢 這樣就很好記了 然後就有個工作 然後他們覺得真的就是準時上班 然後他旁邊還有一面牆啊 有一對應該是兄姐弟吧 他們就把善丹河畔的那個風景畫在上面 然後但這已經兩年過去已經淡掉了 但是那個時候剛去看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感動的 就是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可能觀光客也不多 然後就開了一個二手書店在這裡 然後就為了讓他們有一個工作 但是他們並不馬虎 他們把那條街弄得好漂亮好漂亮喔 所以其實只有很多人都在這裡 做很多很多奉獻的事情 然後下一張 接下來就是要走到最南端了 這個其實是我們 烏日盆的三月號 因為我們中間其實是過年 我們就介紹了一個廟宇專輯 然後所以這是最新的記憶 其實花蓮從玉璃以下 都是田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 整個的車站掃一邊的時候 超愛這一帶的那個車站的 有的車站就在田裡面 比如說三明